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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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玉田老師 可以再緊張一點 大家好 我是智善基金會的執行長 黃志傑 前兩天跟那個姜明揪老師去爬山 他說木柵有三貓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貓爛 貓熊 貓空 那我今天要帶第四隻貓給大家認識一下 我有個好朋友 他是非常喜歡養貓 我不知道現場家裡有養寵物的 舉手一下 有 有一些 那你大概可以了解那個故事 那我先介紹這隻貓給你看 牠叫做橘子 因為牠的頭圓圓扁扁的像一顆橘子這樣 那牠從小就到了我好朋友的家裡面去住了 可是養貓有一個問題 有一天橘子開始身上抓養 因為有跳蚤 那這回主人就擔心了 他說糟糕 有跳蚤怎麼辦 貓也不舒服 萬一跳到人身上怎麼得了 所以牠就決定說 好 我一定要解決這個跳蚤的問題 牠就去買了一個沙蟲劑 沙蟲劑呢 買回家就很得意啊 就對著這個橘子這樣 用力一噴 看小貓會怎麼樣 那個沙蟲劑有那個 就有毒嘛 所以那個橘子就受不了就開始逃窜這樣 就在他們家的客廳這樣 嘣嘣嘣嘣嘣跳 然後最後貓就逃到他們家的陽台上面去 躲在陽台的一個角落 那我這個好朋友就想說 這回你逃不掉了吧 我的這個沙蟲劑一定就是 可以要到必存這樣 他就對著了那個橘子 用力給它一噴噴下去 結果怎麼樣 噴下去以後呢 橘子受不了 他就翻身一跳 跳過陽台的女兒牆 而他家是四層樓高的工藝 所以呢 他就變成這樣 摔斷腿 還好是九命怪貌 然後他就變成一隻太空貓 然後就這個 戴這個帽子就為了避免他去舔這個傷口 我講這個故事作為起頭 其實是在談 如果我們有善意 我們有善念 有的時候呢 我們不一定保證會做出善行 我們確定這個事情是可以解決 用我的方式 可是對方不一定能夠理解跟接受 那當我們真的要去做 或是我們覺得我們有愛 我們要去付出的時候 這個愛是需要學習的 那至善基金會呢 我在至善工作了第13年 那我想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13年我的學習跟至善基金會的學習經驗 至善它目前它是在民國84年成立的 那目前我們服務的區域是在台灣的原住民區域 然後另外在越南的中部 這個是至善請家的計畫 另外現在在中國的雲南 麗江那邊 我們也都幫忙了少數民族的孩子去上學 所以至善的計畫大概就是做教育的發展計畫 透過教育來協助孩子 另外在越南也有醫療角質計畫 這樣很好 可是我們是怎麼開始的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至善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創辦人是叫做善善師傅 他是越南的一個和尚 那因為當年南北越戰爭的關係 那他等於是從越南逃出去 後來到了德國去定居 那在定居的過程 因為要學習佛法的關係呢 他到了台灣來唸中文 結果在唸中文的過程裡面 在大概1979年左右那個時候 越南開始開放 他以前對外是被封鎖的 他自己也對外封閉 所以開放了之後 他就帶著他自己唸中文的同學 一起到越南去旅行 那麼在旅行的過程裡面 他們看到了一個媽媽在路上 哭泣 手上抱著一個發高燒的嬰兒 那他們就問說 欸 怎麼了 那這個媽媽說 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 她發高燒 可是我沒有錢送去醫院 所以這群人呢 就趕快先跑去藥房 買了一些退燒藥 結果等他們從藥房 回到母親的面前的時候 媽媽還在原地 可是孩子已經死在媽媽的懷裡了 這一個事情 對當時一起旅行的朋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看到了一個無辜的聲音 就葬送 就因為少了一些經濟的資源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存活下去 所以這群朋友 就從越南回到台灣的時候 念念不忘這件事 決定要開始展開行動 而這個行動呢 就變成一個純粹的一個熱情跟熱血 就要進入做國際援助的這個工作 所以智善就是因為這樣子展開 我們組成了一個機構 就開始工作 可是有了對象 然後開始就做孤兒院 然後去協助他們 有了對象以後呢 其實還不夠 因為呢 在長期在做援助的過程 如果你到第三世界國家 你常常會聽到一些故事 像說貪污 像過海關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錢啊 或者什麼東西 你會被人家 課一些不必要的稅 或者說你真的做的時候 你不一定能夠 落實到你服務的對象 常常他也會 被當地的官員拿走 所以智善 當時的一些志工朋友們很可愛 然後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說為了不要讓這個資源流入 那個貪官污吏的手中 所以呢 要怎麼樣 他就開始 就帶錢進到越南去的時候 就偷偷的帶 那身上都 通常都是懷帶巨款 這樣幾十萬啊 甚至上百萬 就用帶進去 然後進去做援助的工作 幫忙那邊的孤兒院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呢 夜路走多了 你還是會被抓到 所以呢 結果那時候一群志工 在過海關的時候 被發現說身懷巨款 在超過這個過海關的縣市的時候 他們就會要求說 你要去說明跟解釋 你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 進我們國家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當時帶這個錢進去的志工 他就被那個當地的公安 拘留在那邊 然後就不能離開 然後你要來解釋 然後每天要來說明 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於志善當時的一些夥伴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提醒 就是說當我們開始跨國 去做援助工作的時候 其實對方的法令還有規範 是我們必須要理解 因為在某一種國家跟國家的界線裡面 當我們去工作 在台灣通常已經不太有這種感覺 就好像大家想要做什麼都可以 那去哪裡抗議都可以 去哪裡丟鞋子也都沒問題的時候 那其實當我們跨到國際上 對於這個國與國之間的這種界線 還是必須要有所注意 那接下來 那再有了 好之後我們就開始跟他們簽約 得到一種合法的地位 那也很感謝說 已經有非常多的國際援助組織在那邊工作 所以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規則就是說好 智善的援助經費5%拿去給你做行政使用 但是95%你讓我來做援助工作 可是這個資源到底有多少 在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智善又開始再去做很多募款的努力 可是募款的努力在當年 其實台灣的朋友對於越南 當時碰到的一些問題是不太理解的 所以反應不太好 一直到做了一個這個特殊的孩子 叫做阿福 阿福是台灣算是第一個跨海來台 接受醫療角質的一個多重上愛的孩子 那因為這個阿福帶到台灣來之後 有很多的媒體就集中的報導他 因為他講的實在是太特殊了 然後就變成匯聚了非常多的台灣的人的注意 然後也帶盡了很多的愛心 然後這些愛心就會轉化成很大的捐款 在當年智善的捐款大概 在前三個月就大概七八百萬 然後一直到年底的時候已經超過破千萬這樣 可是這麼多的資源對於一個小的機構來說 它其實是沒有準備的 所以當資源太多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很高興 那智善裡面的人開始吵架 吵什麼呢 錢要怎麼用 用到哪裡去 那我們當時為了什麼要募這些錢 然後就開始吵起來了 所以整個智善在那個過程裡面 錢進來了以後呢 並沒有馬上帶給我們好處 因為後來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也讓我們理解說 水是可以再收 可以復收 而智善也後來就在發展計劃的過程 就會理解說 我們一定要先把 要做什麼想清楚 需求調查清楚之後 才會開始做援助的工作 那麼除了這個資源之外呢 其實工作上面 第四個挑戰 就是關於我們自己怎麼執行 那我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在 我那個時候 我們都是做任養的計劃 一個月六百塊錢 你就可以幫忙孩子上學 可是我們要給台灣的人 捐款人交代 所以我們會給他征信的資料 或者小朋友可能身高體重啊 上學的情況啊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常常 我有一段時間都常常聽到說 捐款人打電話來質問我們 為什麼我的小孩今年矮了十公分 或者說瘦了五公斤 為什麼他越來越小 這樣子 真的是不合理這樣 這有高到差到二十公分的 那結果我們就會打電話去 去糾正啊 或者說讓當地的人再去重新調查 可是在這個過程 因為發生太多次了 所以有一次我就到越南 我就問當地的社工員 他在我們那邊工作四年多 非常認真 我就當著大家裡面質問他 我說 為什麼我們的小朋友的資料 調查常常會這樣子不準確 他不好意思 他口滴滴的跟我說 他說 你不知道 其實我們在調查的過程裡面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 沒有測也沒有尺 蛤沒有秤沒有尺 我說 學校沒有秤嗎 他說沒有 我們去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都是用手這樣 拎起來這樣隨便墊一墊 然後人家隨便看一看 用目測用手梁子這樣 那我說那秤在 怎麼會沒有 他說秤只有在那個菜市場才會有 學校是沒有的 學校連黑板都沒有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才察覺到說 其實對台灣人來說 很多的孩子身高體重 可能有的幼稚園 是每個禮拜會告訴爸爸媽媽的 可是在一個真正經濟貧困的地區 那個經濟的落差 是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而這樣子的一個想像到 後來就會 我們才發現說 好每次 我們要帶著秤去 給他們這樣做 所以大概 我們的四堂科 以組織來說 他學的是說 我們要有清楚的服務對象 跟管道 然後他要有合法性 然後資源準備要出夠 然後又要充足的執行能力 可是光這樣子的話 還有一個關鍵的課程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常常會被問到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 國際援助的工作 這個問題呢 從台灣的人會問我們 越南的人會問我們 我們自己也會問自己 為什麼 作為一個台灣的NGO組織 要去重視國際援助工作 而常常有的 很可能會是 對於異文化的體驗跟好奇 那或者說是 自我的磨練跟挑戰 有的時候會說 我就是要拯救世界 這個捨我其誰 可是大概問多了 其實我們常常 必須要經常回答這個問題 之後這些答案 好像都不具有足夠的說明 標本答案是這個 我常常跟那邊的小朋友說 台灣長期以來 其實我們也是在四五十年前 算是一個小島 然後資源很不夠的地方 然後其實台灣長期 受到了很多國際上的幫忙 那在台灣有很多的醫院跟學校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教會 原來的神父修女 在幫我們運作跟支持的 台灣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是有很大的感謝 那今天我們受到了這樣子的 國際上的恩惠 我們也沒有忘記 希望有一天 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當我們變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能力跟愛心 帶到其他的國際上去 這個基本上 其實就是一個人類互助的一個精神 而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其實就是在各個國家 各種族群裡面 都有同樣的美德 當然這個答案算是很穩當 對不對 可是真正在這個答案的後面 我自己的學習是這個 就是對於 其實那個援助的工作裡面 當我們在協助對方的時候 如果你很堅持你的做法是對的 那個就會變成一種固執 那如果說我覺得我 我的驕傲 我的自尊沒有辦法接受別人的 伸出援手的時候 其實你的資源也是進不去 那通常我們在做援助工作的時候 他需要很大的信任關係 而這個裡面是沒有尊卑 然後在這個學習裡面 就是你必須要把自己真正的放下 因為通常我們在做助人工作的時候 會有一點高低的落差 你總是會覺得說我是比較有能力的 我帶了一些資源 或者我比較聰明 然後你比較可憐 所以我可以多做一點什麼 可是在做的時候的那個心態 其實在所有的助人過程裡面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跟謹慎 那麼我們創辦人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愛是透過深度了解而產生的行動 我想愛就是要這樣子不斷的去學習 你要去理解 真正的理解不同的觀點 然後放下自己的成見 去做真正有益 然後可以互助的行動 所以就會回到我剛剛講的那隻貓身上 這是當你真正的認識他的需要 然後你會給他適當的協助 然後你知道要怎麼樣去解決 所以要找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得到幸福快樂 而這個幸福快樂也會反映在大家的身上 我想TED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大家願意抱著這種學習的心態 把自己放下 那麼我也祝福大家有好的心情 來學習愛人跟助人的行動怎麼進行 然後我們也把自己放空 然後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理想的世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 hours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